全憑他的一雙手, 成就一家三代男兒, 美美人生 玉太四十年加廚經驗, 原來就是最緊要好吃 千呼萬喚玉太教主 玉太家常菜, 逢星期六晚上九時YouTube首播 請付費支持MyRadio節目 好, 回來第二節, 我們繼續講民主黨參選 接下來的新一屆改制後的區議會的議題 我想先講一下, 再比較詳細一點 講一下所謂改制後的區議會是甚麼一回事 主要就是在2023年5月2日 行政長官李家超公佈改制的細節 即是區議會改制的細節 區議員總共470人 由委任地區委員會界別選舉 以及區議會地方選舉 產生 數目比例是442 即是委任佔四成 然後地區委員會界別選舉 又佔四成 所謂界別選舉就是間接選舉 那是認同委任的 另外就是地方選舉 即是地方選區的直選 即是以前那種 以前全部都是地方選區的選舉 18區嘛 區議會 是吧 直選的議席 原來在上一屆 2019年產生的那一屆 區議會有多少席呢 452席 現在只剩下88個 這個選舉的辦法跟以前不同 以前是單議席單票制 一人一票 只選一個 現在是雙議席單票制 兩個議席 一個區兩個議席 即全香港可能分10個區 一個區兩個議席 那就20個議席 抱歉 四十四個選區 應該這樣說 每個區兩席 是吧 四十四個選區 以前就不止四十四個選區 即是小選區 這樣來計算 除了十八個區議會之外 在每一區裏面有很多小選區 單一議席 單議席單票制 現在是雙議席單票制 即是有兩個議席 但是你只可以投一票 OK 那就總共四十四個選區 每個選區就是兩席 另外第二個部分 就是互選佔176席 有四成 即是用那些地區委員會的成員互選 是吧 就由地區分區委員會 地區防火委員會 以及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的委員 以全票制方式互選 這種真是新鮮熱辣那種做法 就是這些所謂分區委員會 地區分區委員會 或者地區防火委員會 以及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這些委員 用全票制方式來產生 另外四成的區議員的議席 如果你能否找到這麼多議員 都成問題 但是就包覽了這些所謂分區委員會 地方防火委員會 以及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的人 那些是甚麼人 那些過去都是 本身就是一個諮詢架構 是吧 本身就是政府完全可以操控的 或者甚至乎民政事務處 是吧 可以直接控制的這些人 是吧 那委員會本身就是由政府委任成員 互選 經過地區委員會渠道出選 就本身就不一定要是 剛才說的三個會 甚麼撲滅罪行委員會 防火委員會 或者分區委員會 那些成員 但是你要取得這些委員會的人 的提名 你才可以參加 另外就是179個委任議席 就全部 就佔全部議席的四成 和剛才說的分區委員會 這個防火委員會 撲滅罪行委員會 那個互選那四成179席一樣 那另外還有27個當然的議員 那些就是 鄉議局那些 OK 那再由這個民政事務專員 做區議會主席 那這種這樣的制度 你羅建希說去參選 可以在體制內推動改變 你民主黨的理想是甚麼 香港全面直選 立法會 是不是 很不容易 2015年 取消了區議會的委任議席 令到這個 就是 區議會 全部都是由直選產生的 除了一些當然議員之外 沒有委任議席 是2015年 那一屆開始 2019年 就因為有一個反送中運動 來到 建制派遭受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挫敗 民主派和本土派大勝 但是基於種種的原因 包括 就是 DQ 那些 要你宣誓 因為整個新的法例 要你宣誓 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 是吧 用這個來搞定了你一大堆 民主黨在上一屆 即2019年的選舉 是區議會最大黨 拿最多議席 80多席 現在靜下來仍然可以 在區議會裏面只有27個 好了 你現在這個區議會選舉 直選那裡只有88席 你可以拿到多少席 所以羅冠希那種說法 真的令人覺得非常不堪 我也不知道他想怎樣 他提到的所謂接受明報訪問 那些相關的論述 我也會在這裡借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析一下 是吧 我都盡量力求客觀 是吧 那我的結論就是 你做甚麼要參加這個選舉 你參加這個選舉 你求甚麼呢 跟你那個創黨的理念 相違背的 老實說 是吧 還有 粗俗些說大雞不吃細米 是吧 你現在大陸 你是做甚麼 你想怎樣 糾活 又是 糾言殘喘 都好 好過沒有 羅建熙接受明報訪問的時候 就是 講了很多事情 那我將他整理下來 有幾點我都想 就是 就是 討論一下 當然大家都不認為我這種是討論 沒有對口 那怎麼討論呢 他又不會跟我討論的 是吧 那我只能夠將他講的話 就是 講一次給大家聽 然後我針對他講的話 我就講我的意見 只能夠這樣 是吧 第一點 他說 近年社會 瀰漫無力 眾言空間狹窄 認為仍然要嘗試 進入體制 爭取改變 羅建熙先生說 到底現在眼見的香港 是否已經就是香港的結局 如果覺得不是 希望再嘗試做基本的事 我們就繼續去試 對不起 香港現在不是瀰漫無力的 那麼簡單 是吧 現在正在講政治 你參與政治 你繼續希望參與政治 參與選舉 立法會上次沒有你份 是吧 你進不了閘 是吧 最後沒有參選 應該這樣說 是吧 區議會 你說要去 即使只有88個議席 在直選裡面 地區議席 是吧 算一下數 每一個區 只得了兩席 是吧 應該有多少 如果對比例來說 44席 那就兩至八個民選議席 每個區最多都是 是吧 這樣的話 你民主派得到幾席 所謂民主派 就只有你一個民主黨 是吧 其他的公民黨就收了皮 已經宣布停檔 其他還有什麼民主派 在你們有繼續活動的 又要搞黨慶 又要籌款 還仍然有區議員 只有你民主黨 是吧 劉夢熊為民主黨 名不平 因為 你限制民主黨參選 是不對的 你應該讓他們去 他叫你去死 其實是 你不要以為 夢熊大師幫你 OK 因為他也是 看世內改革的人 他覺得自己是 他小馬大幫忙 那你還是做劉夢熊 是吧 正式宣布 我是 我是建制派 你走入建制 推動改變 還不是建制派 我們不是走入建制 推動改變的 我們走入建制 推動革命的 是吧 那我跟你是不一樣的 那你不可能做我們以前做的事 那現在也沒辦法做 做就會坐牢 那大家都能夠同情 更加理解 但是你現在這種說法 就是說 要在體制內 爭取改變 那你不認為香港現在是一個結局 為什麼不是一個結局 如果比對於國安法之前 現在就是一個結局 講句難聽一點 就是四個字 香港之死 現在是黨國體制極權統治 現在是暴政 改完你立法會的選舉制度 現在改你的區議會 那你還要去參選 你是傳播一個錯誤的訊息 給那些民主派的支持者 是吧 第二 這個羅建希承認 即使當選 實際作用亦有限 做到多少 就做多少 他認為民主派區議員 可以將正常合理的聲音 帶入議會 可能你就是唯一能夠代表 該區的民選區議員 而不是其他人 這個身份是重要的 代表市民聲音的能量 遠遠比其他委任 或者間選的議員大聲很多 就是說 現在新制 有四成是委任 有四成是三個所謂的委員會 包括地區分區委員會 包括防火委員會 包括撲滅罪行委員會 互選的也佔了四成 民選的始終會大聲 跟他們說錯 他人多過你 一定是他大聲過你 更何況現在區議會的職能 跟上一屆區議會 已經完全不一樣 連區議會主席 都不是民選區議員 互選產生的 而是由政府委任 民政事務專員做區議會主席 是行政主導 已經說得清清楚楚 是行政主導 比你兩成有直選 已經是黃恩大赦了 他覺得 羅健熙看不到嗎 是吧 跟著就說 他說 民主黨一直反對區議會改制 是吧 記者就說 你參選是否變相認可新制度 那麼 羅主席就說 倒退 就是 這個區議會改制就是倒退 這個本身就是事實來的 不會因為民主黨參與 就會令到這件事很正面 很正確很合理 至於選舉過程的政治定位 那麼 民主黨就說 不會背棄民主自由 法治這些理念的 唉 就是 什麼邏輯呢 改制是倒退 這個本身就是事實 不過 不會因為我們民主黨去參選 這件事就變得很正面 很正確 很合理 你說什麼呢 現在 我們質疑你的就是 為什麼你要參加一個 倒退的區議會呢 因為跟你所說的 我參加倒退的區議會 就是為了體制來推動改變 你推動的是什麼改變呢 請問 是嗎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不好意思 各位民主黨的支持者 或者你的黃絲 你如果在留言裡繼續說 我都容許你說 沒所謂 是嗎 因為會顯得你 第一 是很蠢 第二 你是人格很卑下 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抽我睡 拜拜